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教授赵燕金日前称要惩罚不生孩子人士 奖励生孩子民众来刺激生育 结果引起网络批评 内媒上周六24日报道 他解释退休金制度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否则将引发养老金制度崩溃问题 赵燕金在访谈中提到 现今的养老金制度五花八门 有个人账户亦有集体统筹 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人去维系 他强调现代退休金制度与家庭制度没有本质差别 不生孩子会出现各种问题 有网民指原有自由选择是否生育 并指摘内地早年奉行异孩政策 部分家庭失去生育意愿 另有网民赞同赵燕金说法 同时批评现在的人自私 希望政府出台更多鼓励措施